这些年走过一些路 看过一些风景 但始终有一种风景 让我永恒追逐 不管我出走多少远方 但在星空面前 我永远是个好奇的孩子 星空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也不断提醒着我 要对人生保持开放的态度 也提醒我 每个下一次 都将是我生命形式的令主表达 和续写 在大众的眼中 这个星空 似乎都是很遥远的 但其实呢 这个星空 实际上是跟人的好奇心 联系在一起的 星空实际上占了人类的世界观的一半 往上看是星空 往下看 这是我们周围的一切 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不是想让大众只能看见这个星空 而且能够记录 然后把它的美 分享给你周围的朋友 你的亲人 我曾看过一万颗星星 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颗星星 确实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小天 对星空的热爱 就像我身上一个 永不停泊的发动机 我习惯了追随它的脚步 直到我身后 也有一串小小的脚步 我从未想过 这份热爱会在女儿眼中重新点亮 这是爸爸 这是我 这份难以预料的惊喜 将牵引着我们走得更远 更近 我从未想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